欢迎来到VMware直播间 VMware周三卸上讲堂 今天要与各位分享的是 因软体者迎天下 VMware TimeZoo打造制胜开发力 首先将由VMware制胜业务协理 刘凤如Phoenix带来 VMware TimeZoo打造混合运时代 快速安全的软体生产途径 紧接着由VMware资孙技术顾问 王军平Rex带来 让开发团队释放生产力的高效率工具 今天内容相当精彩 稍后在收看直播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利用旁边聊天室来进行发问 可以看到公告上方 下一场次的周三卸上讲堂 将于6月14号展开 我们将谈谈VMware NSX与Antria 联防K8S 轻松打造K8S网络安全防护罩 别忘了点击链接进行报名咯 那我们活动就正式开始吧 哈喽 VMware周三线上讲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VMware负责现代应用开发和数据的 Phoenix刘凤如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VMware推入产品组合 如何安全实现 并且加速开发现代云原生应用 并且有效地交付在多元和混合园的环境当中 VMware的Tenru扮演着VMware 从现在到未来重要的战略位置 要让客户的应用能够部署在各样的原基础设施上 Tenru的产品组合和服务涵盖 在跨平台的Spring Java开发到Cloud Native云原生 CICD整体工具流水线的建构 以及Kubernetes云平台各种开源技术软体架构 让企业IT组织能够快速建构 并且使用任何云上的现代应用程式 来产生业务收入 连接内外部使用者和各种系统和自动化的流程应用 从VMware的调查 软体和应用程式的敏捷性 Agility对于企业组织的数位竞争能力 以及拓展到新市场和收入来源的能力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有高达91%的CIO 认为现代应用来提高应用的敏捷性 是每个CIO还有IT组织的首要任务 当公司作对这一点 结果是惊人的 从McKenzie的研究调查报告指出 软体开发和交付出色的领先技术团队 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 将应用程式代码可以部署到生产环境 为了加速应用程式的交付 企业组织正寻求新的技术 例如Kubernetes 还有OpenSource的开源软体 多个云以及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实践 LewLabs和Platform的工程 然而这样的新技术和团队技能的转换 也让企业在应用转型入门开始 就会遇到一些常见的挑战 首先Kubernetes已经成为新的基础架构机服务 Kubernetes代表着通用的抽象层 能够支持我们容器打包的应用 可以在混合运和多元的环境部署 B&Wall每年出版的Kubernetes现状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点 65%的人已经在生产环境中使用Kubernetes 随着Kubernetes这样子的分散应用使用的增长 无论是在跨数据中心 原平台或者是边缘的位置 这些分散式的集群数量急速的增加 你可能会失去重要的对应用程式的可见性和控制力 另外安全性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你有办法推动一致性和控制 你可以更快速轻松的来扩展应用 另外软体供应链已成为资安威胁渗透的新土壤 在2021年整体的攻击增加了三倍 这可能是因为开源软体中的漏洞 还有受损的Pipeline工具 以及原始程式码的完整性 安全问题的增加 可能对应用程式交付的速度产生不利的影响 采用DevSecOps的交付方式 可以让团队端到端的自动执行软体供应链中的安全性 我们从开发人员使用安全的起点 构建软体模块 到生产过程中不断验证的代码 再到Runtime时的保护应用 来提供如何打造一个端到端的资安实践 是重要的事情 另外在整个的新的技术战当中 让开发人快速的开发并且提高工作效率 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不幸的是在云云圆的世界当中 开发人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危机 公有云以及Kubernetes已经曝露了许多技术的学习障碍和门槛 他们有可能压倒开发人员的生产力 每个云上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服务 还有他们之间的差异 没有开发人员可以在所有的平台上面都拥有专业知识 更多开发人员不想花费时间在Kubernetes的问题查找 要如何投资开发人员体验来提升速度 成为重要的一个议题 开发者更希望能够有一种体验 让他们能够轻松的构建应用 并将应用部署在他们选择的云端基础设施环境中 而不需要成为特定基础架构 让我们从软体开发构建交付和管理现代应用日常工作 来了解Tandrew产品群主 这项工作需要开发团队 安全团队和运营团队 三个团队之间的紧密协作 来确保满足每个团队的需求 而且需要明确每个团队的执掌和协作目标 以确保每个角色都可以针对他们的工作流程来进行优化 让开发人员可以专注在交付关键的业务逻辑 做城市买的撰写以及迭代的开发 安全的团队可以确保端到端 和自动化的插入安全性和合规性的栅栏 在运营团队上面可以专注在平台 以及在哪里运行的运用程式和集群 从流程的右边开始 Tandrew for Kubernetes Operation 我们提供了多云多K8S环境上面 一个一致性的操作和管理的框架 让企业的维运团队在跨云管理 现代应用程式上面的安全性和规性和规模上面 可以透过一个一致性的 全域的管理平台来去取得掌控 另外Tandrew Application Platform 则是一套丰富的开发人员工具 具有预先铺设好的生产路径 可以在私有云和公有云的环境中 在符合OCI Comprions的K8S集群上 快速安全的构建和部署软体 为了加快实现应用程式的价值和时间 我们提供Tandrew Labs顾问专家服务 来帮助实现应用现代化构建平台 并传授关键的技能 让你的云平台团队还有应用开发团队 能够快速的扩展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 Tandrew for Kubernetes Operation 让你的运营团队可以将开发人员分散 部署在各种基础设施上面的K8S重极资产 进行所谓的全域的控制 你可以将所有私有云公有云上面的K8S的发行版本 包括TKG、B&Wall所支持的K8S Roundline Amazon的EKS、AJA的AKS、Google的GKE、OpenShift 甚至是你自己的托管开源K8S集群 你还可以跨公有云和VSphere配置来管理整个的K8S集群的生命周期 此外你能够从Runtime的连接来保护现代应用和数据 另外利用所有来自于K8S的发行版的数据 和所谓的一个Log来获取可见性 从而更快地优化整个应用程式的效能 并且有效地解决问题 这个客户案例是一家金融性平等公司 IT的目标是要撤离自建数据中心 并迁移到公有云 在他们旅程中 他们最终在容器K8S和公有云的许多采用级别上 建立了六个不同的部门 并且拥有大量不在公司标准合规软体应用清单上的一支IT 除了现有的本地和BMW Cloud使用方式外 他们还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部门 跟Amazon EKS和KNATIVE合作 而其他团队刚刚进入AWS上的容器 然后有一个使用Asia的新计划 这种缺乏一致性带来了企业IT组织 一个安全上面的风险和运营上面的挑战 他们希望在一个容器平台上面可以实施标准化 让他们在本地和云中可以使用 这超越了他们自己DIY的平台 需要提供更多的自动化 和全域的控制 他们之所以选择BMW Tendro 是因为BMW Tendro可以满足他们 在K-8S运营上的需求 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一致 而且安全性的方式来将应用程式投入生产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 藉由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熟悉的工具来去做应用程式开发 但是拥有正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的护栏 让他们编写的代码可以更快的投入生产 我们通过应用程式的范本 可以让开发人快速的启动开发 不论是框架代码配置 还有云人生模式 还有包括企业内部最佳实验和安全测验相结合 来节省整个开发性应用程式入门的大量时间 然后只需要一个命令 开发人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在Kubernetes的集权上面来运行应用程式的沃漏 让他们从IDE本身的调试 正在运行的容器 不论是在本地运行 或者作为托管的K8S集权 甚至在公有缘上来运行 开发人可以更轻松的访问API 数据服务和环境来开发测试代码 和构建部署容器的自动化 另外具有内在安全性的自动化部署管道 来通过生产路系上面插入开发人员的签章 并做image 还有一些落点的扫描 还有相关的一些合规的储存功能 来实现更安全的软体供应链 TAP是目前市面上唯一针对优化开发人员体验 提供开箱即用的Kubernetes应用开发平台 而且TAP可以根据企业组织的偏好 和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来进行完全的定制 这是采用Tendru Application Platform的客户案例 这家客户是一道服务的IT组织 高阶主管认知到通过时开发人成功 他们才能够真正让他们的数位业务更成功 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标准化 整个应用程式交付的方式 他们的业务现在已采用Kubernetes 但是不同的开发团队的创建和实现并不一致 而且散落在各处 他们发现开发人员和企业的运营人员 需要付出更大的辛劳才能运行现代应用程式 并且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平均的修复成时间更冗长 问题的查找更复杂 他们需要减少跨营业单位 包括开发人员需要同时管理虚拟机和构建容器 这样子的繁重的工作 他们希望为Kubernetes来提供一个出色的开发人员体验 并且转账VNWare Tendru 用客户自己的话来说 他们想让开发人员体验 现代开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们通过将所有的工作负载 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开发 应用开发平台上面 来提供一致的开发人员体验 来做到这一点 好的应用开发平台能够大幅提高客户 在软体开发的专案效率和效益 而加速应用程式的交付 以及软体开发的生产交付 将真正的改变企业的数位业务 要能够正确的做到这一点 可以将部署代码的速度提升数百倍 更加快提升35%应用交付 可以让收入增长 并且透过减轻开发人员技术负担 提供更好的开发人员体验 可以有效提高开发者92%的客户满意度 并且能够创造高达88%的一个 收益增长的一个巨大效益 最后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和Tendro for Kubernetes Operations 是VMware针对企业云平台团队 在打造快速安全的现代应用开发流程 以及托K-Bias 重击以及多云分散环境的一致合规管理解决方案 整个的Tendro解决方案采取模组化的设计 可以在任何的Kubernetes的集权上面 还有地端和云端的环境中支持软体供应链 DeskCup的流程还有工具链的建制 提供一致的开发人员体力和运营管理的体验 使IT的团队能够在多K-Bias集权和多云环境上面 更快速安全的交付应用软体 并高效的大规模的营运 以上是我针对VMware of Tendro 两个主要的解决方案 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 以及Tendro for Kubernetes Operation的介绍 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技术专家Rex 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技术说明和展示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VMware的Rex王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谈论 让开发团队释放生产力的高效率工具 那今天会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我会介绍由VMware开发的 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 那第二个主题呢 是会谈到由VMware以及微软共同提供技术 以及服务的Agile Spring Apps 这样子一个产品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借由Tendro Application Platform 打造K8S成为PaaS 那我们都知道呢 在K8团队常见到有一些议题 我常常遇到一些K8团队 他们在使用K8S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会说 他需要用额外的时间再去学习容器 以及K8S这样子的相关的技术以及技能 那另外呢 编写这个Duck File 以及K8S YAML File呢 其实对他来说呢 他会觉得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那另外呢 常常开发团队呢 这个应用开发上线会Postpone 常常有几个可能 一个是只有自然漏洞 常常另外一个呢 是发现有bug或者功能不符需求 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我们待会会来为大家做解答 那首先我们看到 为什么开发者对于使用K8S 有一定的这种 就是说他觉得有一定的困难度呢 其实从画面上看到 这是一个以Spring为例子的一个流程 那如果就算从这个第一步 我是把这个Spring呢 这个Java应用的compile好之后 我还得有额外的工作 我需要去编写Duck File 我需要编写Duck File 才能够去生成镜像 才能够把我的这个应用呢 打包在容器里面 然后呢 才推送到镜像仓库 举例来说像是我们公司的Hubble 那另外一个呢 当我准备好这个镜像之后 在我的镜像仓库等待的时候呢 我还得马上再去写K8S的这个部署YAML File 好 然后呢 再透过这个YAML File 才会把我的K8S 布到 布到这个 才能把我这个应用呢 布到K8S里面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繁复 尤其是 在你开发的过程当中的不断的迭代呢 如果你又要做验证 其实你会发现 这工作有点繁杂 而且是 说实在的跟 开发应用本身是无关的 那另外呢 维运团队 维运以及资安团队 也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 他觉得说这个 过去单体应用啊 我只要一个应用 不一次应用 现在微服务 我可能一个应用被拆成五个微服务 他要布五次 那每个服务之间 还有自己的改版问题 所以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另外一个在容器呢 他可能取得 日志也不那么方便啊 部署还得 还部署钱还得做这个 打包镜像的这个工作 这个跟过去的工作习惯 其实有蛮大蛮大的差别 所以呢 也蛮多的这种维运团队 他并没有 就是说他觉得 多了这样的K8S这个技术呢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额外的工作 额外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查找问题困难 因为毕竟过去我可能在单一个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日志 找到log 那现在我可能必须在多个容器里面去翻找我的日志 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另外我常还常遇到一个问题是 呃原有的CICD工具呢 是很难升级跟维护的 举个例子来说 蛮多的CICD工具本身 他可能是一个呃 类似一个流程的这种 流程的这种呃管理流程引擎 啊 举例像Jenkins 那那这样的管理工具呢 这个他是还是需要有很多的 不同的技术站去完成他 然后才能够完成这个呃 呃CICD的工作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每个工具可能都有自己的版本要升级 他有自己的issue要去解决 另外一个呢 是你的这个Jenkins本身的这个plugging呢 就在这个升版的过程当中呢 这plugging可能是 没办法持续而且稳定的去support你的工作 这个也是蛮多CICD的负责的这个朋友们呢 他们一个最大的压力 尤其当你的公司里面呢 你是有大量的这个应用呢 需要通过你的CICD才能够步到 步到station环境或者是正式环境 这个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蛮大蛮大的困扰 好那另外呢 就是说有一些客户呢 他会希望是不是在资安团队 发现他问题之前呢 呃从 从这个呃开发以及维运团队呢 就可以事先找其 发现找其治疗嘛 不要等到资安团队进来呃做机核啊 做一些检查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啊 他们都会有这样期待 因此会希望把这个呃所谓的安全左移啊 他会希望把很多的这种呃测试啊 这种检查工作呢提早进行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常见的DevsetOps的工作流程 那其实我想我遇到过的很多的公司呢 他们的流程上的要求呢 大概是十字八九是就是八九不离时 大概就这样子的过程 可是呢呃唯一的最大差别就是可能有不同程式语言 那不同程式语言呢 你就可能会需要不同的工具去完成包括程式码的这个呃呃 然后呢这个程式测试程式扫描以及这个镜像打包 CICD的流水线的同事 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遇到最大困难 就是每一个工具 可能都有自己的升板问题 每个工具升板问题 再来就是Jenkins 他的本身的plug in 可能是不相容 或者甚至于没有资源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在于就是说 因为Jenkins是一个 流程引擎的角色 所以他在呼叫 像画面上的这些 每一个技术站 可能都有 甚至于到后面的部署 可能都有 都有一些这个 账号密码的管理 那如果说 我们是透过Jenkins 这种流程引擎的 这种管理方式 或者这种运作方式 你可能会需要在Jenkins里面 输入大量的 储存大量的账号密码 那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另外一个破口 所以呢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在你可以看到右手边 你可能会利用 所谓像GibOS的这种Promo 就是说它是从 在某一个情境之下 你可能会需要是 从这个镜像仓库以外 或者是Git去取得 这个source code 然后再compile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所谓的Promo GibOS这个概念 应该会是一个更重要 而且更现代化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大家常见的工作流程 可是其实这中间还蛮繁杂的 就是负责的同仁 你们可能要花的时间 是非常长的去 非常多的心力去维护它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综合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开发人员在于 开发过程当中的迭代 就是说你不断的在做 这个程式编译 程式的调整 功能的增加修改 这个修bug 然后再部署到容器里面 然后再测试 然后再回来再修 再部署到容器 这过程其实还蛮繁杂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 透过TAP来解决的 那另外这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程式模板部分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通常会希望说 是不是有一个现成的 而且是统一的 尤其在公司大规模开发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开发模板 让大家是可以做法是 比较趋近于一致的 那可以降低这个后面的这个差异 对于管理工作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 所以在TAP也提供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程式框架四级 这样的一个开发模板 那刚刚已经提过 就是开发工具的整合 我们待会会来看一段 这个就是说来看一个 这个画面荧幕截图 另外在性能监控部分 其实在容器里面 在做性能监控 你可能要透过一些工具 一些额外的工具 可能是普罗米 再去搭建 那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另外的负担 尤其你还在开发阶段 基本上不太方便 就是说资源每一个开发人员 都有一个这样的工具 去查看他自己的应用状况 可是在我们TAP里面 我们就一并的想要帮各位去解决 开发的这个几个困扰 再来在违运者面向 刚刚提到 其实在CIC流水线里面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大同小异 可是如果要让你每天去维护 这个流水线上的每一个技术 每一个产品的这个稳定 以及版本的这个控管 对你来说 对于这个流水线 违运的管理者的面向来说 它会是一个蛮大的困扰 这个它的工作可能包括 就是说你要测试 你要封装 封装镜像 然后你可能还要就是去扫描 这个你的程式码套件 然后去做这个镜像的扫描 最后还要做微服务部署 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还蛮繁杂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 也想要来解决 违运者面向的这几个问题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开发者 其实刚提到就是说开发者 你可能如果说要你手动 去在你compile好你的程式之后 你还要去进行 你的这一个镜像的打包 程式码的打包到镜像里 然后再还要部署到K8S里面 其实这过程其实还蛮费时的 而且非常的routine 好 那以我们VMware的TAP Tentual Application Preform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包括VS Code Visual Studio 以及Intelligent-J 这三个很主要 IDE的 Plugin的开发 我们可以提供到你们 可以直接就是说 让你的 IDE 就可以跟后端的 这个K8S做整合 然后跟TAP做整合之后 你可以快速的在IDE里面 去进行应用的部署 包括镜像打包及部署 以及日资的查看 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Plugin的一个 额外帮大家做出来的一个menu 当你这边选到 所谓的Live Update的时候 你的应用就会快速的 被部署到远端的K8S 这样做有蛮多好处的 第一个是你的电脑不用再 就是为了开发K8S 而去安装一个miniCube 或者是Kind 你可以去整合后端的 这一个K8S 让你的电脑资源不要 不至于就是说 非常大的负担 可是这个当然另外还有 一个还有其他好处 就是说在我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一台个人电脑 你要跑为服务 容器的量其实也还是有上限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 从虚拟机改成为服务之后 你的可以变很多很多 这个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大规模 开发测试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说 我是不是我的电脑 不要被资源吃得这么重 然后导致以至于我的整个电脑 速度会变得很慢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工具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工具 直接将你的这个应用的 步道远端的K8S 加快你的这个 就是让你的这个电脑 收藏型电脑 不至于就是资源被消耗殆尽 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 画面上右边这里 就可以看到这些白色的字 其实就是远端的K8S日志的下载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你刚刚部署上去的 整个日志跑起来 就是应用跑起来的这个日志 都在这边可以呈现 让你可以快速的去debug 不用再还得再登录 或者还得去切换 Commendline Commendmore 然后再去输入指令 去捞这个log 捞这个K8S状态出来查看 这样子是无形中的 我们用这个方式 让你可以大幅的 减少这样子的时间消耗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 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他们的一个使用之后的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应 就是觉得说我这样子 即使我对于K8S 以及这个DAC的技术 不是特别熟悉 不是特别熟练 这个下指令也蛮麻烦的 可是透过这样的技术 我是可以做到 可以快速的去部署应用 而且可以查询结果 大大的提升他们 整个工作的效率 再来看到其实 我们会大家都理解 也就是说过去我在单体应用 或者是我在这种 传统的这种应用上面 如果我要看日志 我可能需要登录到 这个Middleway 登录到这个Server上面去查看 那时候还好 因为是单体应用 那以现在来说的话 你是容器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麻烦 你可能要登录那个容器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又是微服务 你有多少的应用 需要这样一个一个去查 这个对大家的工作效率 肯定是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的TAP 也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LiveView LiveView就是它做什么 LiveView它的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及时的 将你的日志 就是说收集下来 在我们的Dashboard上面 你可以看到日志 甚至于这个日志的查看 是你是可以选时间区间的 另外还可以直接帮你download 对你来说会非常非常方便 日志也可以直接download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 这边有提到 有一些像是CPU memory 有一些这种 你需要做一些 比较深层的debug HitDump也好 或者是这个StrayDump也好 都可以在这样的画面被取得 另外你可以看到 所谓的API的这个Response Time 以及这个HTPA Request 都可以在这个一个画面 被你取得 那是可以真的大大的提升 你的工作效率 接下来我们进到 偏向CICD Devils 这一段的这个工作内容 那我们看到 CICD Devils 这样子的刚提到 这个维护的同仁 维护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 不断反复的去推敲 每一个工作 每一站每一个工具 需要改版的这个状况 以及这个要调整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额外的一个工作 那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我们是有提供了一个 开箱即用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产品 从你的这个程式的 这个打包测试 以及到这个套件 程式套件的扫描 再来就是说 这个自动化的 帮你去建置镜像 然后再来说镜像扫描 以及最后 K8S这个亚谋档的部署 这个档案的自动产生 对于你们来说 其实你们是大大的降低的 非常大大降低的 这个很多人为的介入 那这样子的好处 其实就是说 你也不用再去关心 你也不用再去 去处理单一个工具 单一个工具的问题 这个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 另外有几点 我也顺带一提 就是在这个套件检查这边 其实套件检查 也许蛮多朋友 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套件检查 现在已经也是一个必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开源的世界里 我们去用很多不同的开源工具 举例来说 我今天开发的时候 我用了10个开源工具 那也许呢 我老板就问我说 那Rex你的这个开发工具 你的这个framework 你用了几个 我用了10个framework 那我用了10个framework 真的就只有10个吗 我不知道了 可能后面还有8个 20个30个 甚至于更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蛮多的这种 开发的这种框架 或者是library来说 他都不会在自己造轮子的 他可能会再去利用 其他的这种 其他的框架 以及library来搭建出来的 因此呢 这个开发 开发套件检查呢 就会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在这个套件检查里面呢 我们的产品里面 有带了一个 这个开源的工具 就可以帮你做套件检查 而且呢 会产生一个 完整的这个报告给你们 让你可以知道说 你现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呢 有具有多少 有多少具有风险的 这个应用 以及套件在里面 另外还有一点 也蛮重要 就是在我们的 TBS 画面上看到中间这个TBS 所谓的Tensu Build Service 那在这里呢 我们带的这个Build Service呢 是一个开源的版本 那如果说呢 要有机会的话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你有需要包括像是 Spring Long Time的Support 或者是OpenJPK 或者Dunet Code的这种Support呢 其实你是可以去 采购我们的 所谓的Tensu Build Service 这样的license 那这个license里面的 Build Service呢 它就可以涵盖了 这一个 这些开发 的Long Time 以及这个Framework的资源 那除了可以帮你去 快速的去 打包你的镜像 让你不用写DugFile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 这些Long Time的Support OpenJPK的Support呢 都会涵盖在我们 Tensu Build Service里面 OK 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 就是在Tensu 就是说在Tensu Application Playform 1.5呢 新的一些强化功能介绍 在解决开发人员 所面临的挑战部分呢 我们在那个Visual Studio Code呢 也加入了Tensu的观察视窗 让大家可以直接呢 去查看这个Tensu的 这个运行的状况 另外呢 在Intelligent-Z呢 它也多 就是说我们多了一个应用开发 应用程式的这个引导设定 就是说让你的这个设定呢 可以更加顺利 再来呢 我们可以让你们呢 可以快速的去迁移 所谓Spring Boot的应用 当然这些详细的功能呢 我们后续再来安排时间来详谈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在我们在这个 Tensu Application Playform TAP 1.5版里面呢 我们也增加了对于这个 Spring Cloud Gateway For Kubernetes的资源 那这个这一段呢 我待会会来 再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明 另外呢在解决 维运人员的挑战部分呢 我们正在做一个 安装的简化工作 我相信有尝试着 从我们网站上去下载一些 安装套件的安装的朋友 也许你会觉得 有点复杂有点困难 那我们也理解到说 这个安装的不容易 那因为这个产品 也其实还算 也算蛮早期的 所以我们也收集了 大量的这个 使用者以及客户的这个 这个所反映的意见 我们正在努力的 将它做一个简化的安装 这个也正在测试中 另外呢 就是说在增强的开发能源 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做了一个 就是说 会增强 所谓的platform engineering的 这个使用体验 操作体验 再来提升TAP 在公有云上的整合度 我们现在呢 其实已经 在1.5之前 就已经部署 在公有云上 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也积极的 在推动呢 在公有云上 TAP的跟其他 有商的这个产品的 整合跟借鉴 另外呢 在目前呢 在1.5呢 我们现在可以更 完美的去搭配 Age of DevOps 这个GIT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TAP 现在呢 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也提供了 刚刚提到的 这个Visual Studio 大家也许 单内的开发者 很习惯的Visual Studio 这样子的插件呢 我们现在也 已经开始提供 所以你们在 使用这个Visual Studio 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 更得心应手 去开发你的容器 应用 接下来我们要来 再详细谈一下 这个Spring Card Gateway For Kubernetes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以 这个画面上面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微服务架构 那我们公司提供这张图 给各位朋友参考 就是说从左边的这个 应用使用者来看呢 包括物联网 包括行动装置 浏览器 B2B 这样子所有的装置呢 对 微服务内部的某一支 对这个应用的 内部的某一个微服务 去做呼叫 去做使用的时候呢 原则上应该是要透过 所谓的API Gateway 那API Gateway这个设计模式呢 在微服务的领域里面呢 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这个选项很多 那以VNWay的这个Spring Cloud 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里面呢 其实我们在很早期呢 就已经从 Netflix的Open Source 的基金会里面呢 我们就已经跟他们合作 那后续 从这个早期的这个入 到现在呢 我们又重新改写过 让这个性能更加提升 的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呢 已经演变 已经这个进展到 就是说 For Kubernetes的版本 让客户呢 来提供对于这个 Kubernetes的这个管理呢 以及微服务的这个入口呢 做一个更好的 这一个使用体验 以及开发体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微服务其实是 可以完整的可以透过 这个Spring去搭建起来 那尤其像是Spring Boot 基本上已经是Java领域的 这个微服务的重要的 一个骨干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这一些 Spring Cloud的套件的 这个资源呢 也以及这个 不同的产品的 这个offering呢 都在画面上 一一呈现给大家看 B&W的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 For Kubernetes呢 它其实原来是基于 这个开源的 这个开源专案里面的 Spring Cloud Gateway 去发展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加上更多的这个 商业的这个资源 support 那其实包括 就是说整个镜像呢 它其实是 专为这个 所谓的commercial的 这个使用 来重新打包的 另外呢我们可以支援的 像是动态API的路由配置 然后呢也可以透过 现有的CICD 以及这个 CICD的流水线呢 去支援所谓的API更新 另外呢就是说 它也可以整合 single sign on 单点登录的这样的服务 让你们 让客户呢可以做到 就是说 这个身份验证呢 以及访问的这个 request的control 再来呢就是说 它可以提供 像是OpenAPI3的 这个版本的一个 自动生成的文件 另外呢就是 它可以做到是 透过水平的 扩展呢 可以说透过配置 做到水平的扩展 来提高它的 高可用性 另外呢也可以透过 API网关的 这个instance的 这个记忆体 以及这个VCPU的 这个配置呢 可以提到 这个设定呢 可以做到 所谓的垂直扩展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再针对 它的JVM呢 去做性能的优化 然后来满足 特定的使用案例 那在本 在这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产品里面呢 对于这个Java开发者呢 绝对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开发 以及使用体验 那另外呢 当然 因为它单纯来说 它是一个所谓的 API Gateway嘛 那后端 至于你用的是Java 你用的是 Note.js Vua Ruby Python Go 都对我们来说 都也不是问题 我们都是绝对是 可以使用 是可以让大家 拿这个 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 For Kubernetes 来作为 你的唯一服务的 一个守门员 在这里我快速的来 演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 TAP的整个操作过程 那画面上看到的呢 是一个这个 我们的 所谓的应用程式 加速器 也就是一个模板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只安装了一个 Java的模板 其实 我们这个模板呢 可以涵盖 Python 还是涵盖Ruby 涵盖这个 像是Darnet Core 这样的程式 程式模板 那当然 这个部分也 开放给各位 架构师 可以去制定 这样的 属于自己的模板 首先呢 我们看到模板 怎么使用呢 其实 我只要输入 一些必要参数 我们可以展开来 这个必要参数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填写之后呢 就可以产出一个 所谓的压缩档 我们download压缩档之后 解压缩 就可以汇入到 我们的开发工具 那在这里呢 我们演示的开发工具呢 是 所谓的VS Code 那我们在这里 另外呢 这个VS Code呢 我们这边已经做好的 这个Plugin的安装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在这里 我马上要让 这个设定呢 是关于 这个后面的K8S的 整合 我可以透过这个设定呢 跟后段的K8S做整合 那再来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瞬间呢 我执行的这个 我们的插件 让我的这个应用呢 可以开始 快速的去部署 那您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的 这一个日志呢 其实它这个就是 从远端K8S 传过来的日志 我可以马上 透过这个日志呢 知道我应用部署的状况 部署好之后 就可以马上看到 这个成果 我可以透过浏览器 看到这个成果 那这中间 大家可以强调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过程当中 我并不需要去做 镜像打包 以及K8S部署动作 另外接下来呢 我加一行字 在存档之后呢 远端的K8S容器里面呢 它又自动重启 将我的这一个 改动的结果呢 就呈现在这个画面上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 K8S的部分呢 就是说因为K8S 是一个多层次 从PAR 从Libcasset 从Deployment Service 甚至于如果你用K-Native 其实是一个 多层次的一个结构 过去我们都要下指令 去看到这个内容 那在这里呢 我是也透过视觉化的工具呢 直接看到我的整个K8S的 执行状态 那再来呢 我可以透过 所谓的这一个 我的画面呢 直接去查看我的日志 那在日志这部分呢 当然这个日志存的内容是 还是根据这个平台上面的 Storage的数量的大小来决定的 当然如果是要长期的存放 我们还是建议 采用其他的产品来储存 那如果在短期内呢 我是可以快速的在这个画面上呢 看到近期的这日志 甚至于我可以设定时间区间 另外呢 我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去改动我的这个Log Level 那这个Log Level改动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 因为常常我们在做Debug的时候 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资讯 可是真的在部署到 正式环境或StayTune StayTune环境的时候 我又不希望 我的日志量太多 导致我的这个Log Server爆掉 所以这个Log 这个是可以透过我们UI来做改动 另外呢 我在这边在这个Live View里面呢 我可以看到 整个应用的这个健康状态 在这里呢 我可以有一个 就是说可以看到我的StrayDump 可以做一个更深度的Debug 另外呢 在后面呢 我们还可以去切换 去看到我们的记忆体 我这边还可以做HitDump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边就会有所谓可以做到 你的这个应用的这个CICD的一个工作 从这个这个画面上是说 我们整个流水线是有UI可以呈现的 从程式码取得到这个Web的测试 Tobo Tecton去触发这个ZUnit的测试呢 都可以在这个工具流水线里面来被使用 我们可以稍微快转一下 那接下来呢 它会进到所谓的这个扫描 安全落差部分 那我们如果将我们的规则定在一个比较严苛的状态呢 我们的这个TAP将会帮你把这个部署过程拦截下来停下来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某一些场景上面 你不需要特别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这个管制的话呢 比如说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那我当然就可以把一些标准降低 让这一个应用呢 可以通过这个扫描 那这个扫描其实除了套件扫描 还有镜像扫描 镜像在我们镜像封装完之后的镜像扫描呢 也是另外一个安全上的把关 接下来还有一个安全的把关 就是将我们的镜像呢 推送到我们公司的Hubble 这都是一关一关的安全上的这个考量 那可以让你的应用呢 达到一个多层次的安全保护 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随着时间的推动 我们的产品 它在这个做这个安全落扫之后呢 其实是在这个镜像扫描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扫描结果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扫描结果的呈现呢 对于你们查找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呢 是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不用等到真正进到平台里面 进到这个部署环境里面呢 才发现说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处理 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预先做这个处置 避免这个比较有具有风险的这个容器啊 应用程式呢 跑到你的这个平台上 那以上是这一个TAP的这个demo 再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第二个话题 就是K8S与Spring Framework的最佳实践 那这个服务呢 叫做AgileSpring Apps 那顾名思义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 这个是在微软的公有云平台 Agile上面所提供的一个 Spring应用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源自于2018年 由VNway以及微软共同出资 以及这个的共同的都是投入能力 去做这个平台上的研发 那主要是为解决客户一些 面临的一些问题跟挑战 那企业迁移到云平台呢 主要的问题包括 你要了解应用的这个依赖关系 你要去迁移这个应用跟资料 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 这种企业用户呢 想要迁到云平台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另外呢 有一个挑战是 四分之三 透过这个统计 下面这边有一个统计的资料 透过这个Gunner的这个统计里面 四分之三的软体工程团队呢 遇到障碍 然后呢 迫使他们浪费不必要时间呢 和精力呢 来达成目标 因为可能是这个Infa上面的 不容易使用啊 或者是说新技术站的这个引路 这个对于有一些开发者 他原来可能专注的在做这个服务开发 可是却要分心去做Infa的管理 对他们来说是某一个程度的一个困扰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开始要重视的是 所谓开发人员的体验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么重要呢 经过这个调查 这个国外媒体的调查呢 我们发现呢 所谓DBI指数 开发人员速度指数 就是说使用体验 就是说开发速度越快 然后开发体验越好的公司呢 其实你的这一个公司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更快 而且创新能力 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速度在发展 因此呢 对于开发人员的这一个体验的这一个 照顾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再来呢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那因为开发人员希望什么 透过这个提高交付速度 来加快这个feedback的这个回圈 就是说可以很快速的取得结果 然后呢 专注在应用开发 而不再专注于在infa 这个是也是开发人员一个很重要的期待 另外呢 去使用他们偏爱的工具以及框架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因此呢 以Java的领域里面呢 Sprint呢 是可以让Java的层次开发设计呢 更快更轻松更安全 那早在这个2000 2003年在这个Sprint Framework 被开发出来之后呢 2009年VNWay就已经将这个Sprint Framework呢 收购 然后呢 成为VNWay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可是在VNWay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时至今日呢 VNWay对于这个Sprint开发团队的 这个予以尊重 以及呢 对于这个开 这个是开源的这个社群呢 都是一个全力的支持的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呢 VNWay的这个Sprint Framework团队呢 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Sprint Framework已经演进到第六版 Sprint Framework是第六版 Sprint Boot已经到第三版了 那这些工具呢都是为了提高开发人员的这一个开发效率 那以Sprint Boot来说呢 基本上已经是Java的一个 Java在开发微服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框架 Sprint Boot是可以快速启动 然后内建的所谓的 Embedded的这个Middleway 也就是它已经内含的Tunket 让你可以加快加速启动 那到了这个Sprint Boot 3呢 这个我们的效能的又更加的改善 让你的这个微服务的这个启动速度呢 加快 那另外Sprint Cloud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展 Sprint Cloud在 其实Sprint Cloud一开始的时候呢 并还没有Kubernetes的出现 那Sprint Cloud呢 当时就是为了微服务 服务治理 以及这种服务治理啊 微服务的这种管理工作啊 以及这种调度 资源调度 这样这样子一个角色 出现 那Sprint Cloud呢 它就是为了云原生而存在 到目前为止呢 Sprint Cloud还是持续的不断在发展 然后呢 为了配合各 各行各业的客户的使用的这个需求呢 我们还持续的不断在演进 那另外呢 这个Sprint呢 它是一个 就是说它可以run anywhere 然后呢 它是灵活 可移植 非常的一个 完善的一个 所谓的应用开发框架 那它的程式码非常清晰 那你可以降低它的复杂度 减少你的技术债 让开发人员更专注在 业务逻辑 然后呢 因为它内建的 这个测试框架 所以呢 你的这个测试呢 是可以非常非常完善 让你的这个程式码的品质呢 得以提升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 所谓的Sprint呢 还是有一些常见的挑战 因为毕竟Sprint是专注在于 应用开发这一层 那 所以呢 在Sprint呢 就算你用了Sprint呢 来开发 可是你还是得有一个 云基础架构 就是说Cloud的这个infrastructure 你还是得去管 如果说你没有特定去买一些 比较方便的服务的话 你还是得自己去管 这样子的infrastructure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一个管理呢 应用生命周期的管理呢 也不在Sprint的这个框架的 这个范围内 另外呢 就是说对问题的排查呢 可能在微服务的架构之下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呢 大家会需要一个更好的 一个工具 一个被更完善 被设计过的工具呢 来管理在云上面的Sprint应用 所以呢 Sprint Apps呢 因此这样子孕育而生 那Agile Spring Apps呢 它是一个全面代管服务 那它代管的这个基础架构 然后呢 也可以做应用生命周期的管理 然后它是非常易于监控 那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取得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取得相关的服务呢 跟你的这个服务 跟你的这个应用呢 做整合 然后发挥更大的效果 这边呢 要谈到的就是说 它在于就是说 应用生命周期管理上面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简化的这样子的管理工作 那包括应用部署 当然它除了你可以用 这个Agile平台上面的工具去部署 去建构 那之外呢 你也可以利用所谓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TAP 去跟这个Agile上面的 这个云平台呢 Agile Spring Apps呢 去做这个整合 那你可以应用 可以快速的被 部署到这个云平台 以及做这个生命周期管理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它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从 整个右边的 这几个图示来看呢 从底层的这个 各种资料库的这个使用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你也可以轻易的去 使用左边的这个 微软的Agile上面的一些 认证机制 然后呢 这个身份验证授权 都可以直接 在这个平台上完成 另外呢 就是说它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也内建了一些 像是CICD流水线 以及监控的工序 你都可以快速的去 做这个整合 然后呢 完整的可以 完整的提供 你的公司内部的 一个企业上的需求的使用 而微软的这一个 Agile Spring Apps呢 在配合它的 这个平台上面的 这些工具之后呢 其实它可以让你从 你在构思你的 这个应用 你的服务呢 到部署到正式环境呢 是可以全程的自动化 那这个其中呢 包括在准备 以及在这个建构 以及在部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都有不同的工具 可以来支持 包括从准备 工作里面的这个Terraform 以及这个Agile 自己的所谓的ARM 到这个AZ的CLI 都是可以来 作为准备 就是说你这个环境准备啊 环境的设定的 这个工具使用 那另外呢 在建构你的这个Java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Java开发者最熟悉的 像是这个Marvin 像是这个Gradle 都是在建构工作的 这个很好的工具 另外在部署里面呢 当然这个Agile呢 也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工具 此外呢 包括这个所谓的Agile Pipeline 以及这个Github的Action 然后呢 再加上Jenkins呢 都是可以作为 整个Agile的这一个 平台上面的 这个应用部署的一个 工具技术站 此外呢 我们关心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这样子的新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 或我们迁到公有云的时候呢 那原来的这些系统呢 以及这个你所要需要的 这些工具呢 是不是还存在 那我们简单的很快速看一下 就是画面上 包括网路大家习惯的F5啊 包括这个 所谓的这个Calfair 以及这个监控里面 大家常用的这个Denatrace 或者Spunk 以及这个自动化会常用的 像Jenkins Agile Agile Pipelines 以及Github Actions 再来呢就是说身份验证呢 我们会喜欢用的所谓的AD Okata 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它的知识的范围里面 那样的开发工具呢 你还是可以去使用 你最习惯的Intelligent-J 以及VS Code 甚至于像是Elix 或是我们的这个Spring Tools 都是开发工具的这个 support的其中一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由这个Azure 就由微软 以及VM会提出来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所谓的LOB Line of Business的一个 应用体系架构 那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应用的使用者呢 他是可以透过 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 去使用后端 从这边进来之后 去使用前端的NodeJS 以及后端的API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身份登录认证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让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 跟这个Azure AD 去做整合 那当然我的应用呢 可以去使用这个 Azure上面的这个PostgreSQL 那在这个我的身份验证里面呢 我可以将这个账号密码呢 存在所谓Azure上面的Key Vault 这都是在你使用 Azure Spring Apps里面呢 可以享受到 额外的这个平台的好处 接下来我们看到 是在于监控部分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其实在微服务监控 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那在Azure Monitor呢 其实就可以让你取得 最有价值的监控资讯 那再来就是说可以看到 包括系统啊 JVM的一些指标 以及这个日志 都可以在这个Azure Monitor来 即时来掌握 最后呢 我想在剩下这几个页的PVT里面呢 我再来 recap一下 就说在这个Azure Spring Apps里面的一些技术站 那我们可以看到Azure Spring Apps的 它的底层其实是透过 Kubernetes去搭建起来的 然后呢 再去配合Spring Cloud 以及这个Spring的相关组件 来完成一个所谓的PaaS的一个平台 那透过这一个Azure Spring Apps呢 你是可以轻松快速的 也无痛的就是可以采用到 Kubernetes的这个优势 另外呢 就是说刚刚提到 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在做应用的这个程式的这个开发 那因为你要步到Kubernetes 可是整个过程当中 你并不需要再将这个应用呢 去做所谓的容器化 不用打包成镜像 为什么 因为里面呢 有一个VMware的一个技术 叫做VMware Tensu Build Service 那这个产品当然 除了在 刚刚前面也有提到 在TAP里面 你也涵盖了这个产品 或者如果有需要呢 你也可以采购这个产品呢 跟你原来的公司内部的这个CICD流水线呢 去做整合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Azure Spring Apps的这平台里面呢 就带了我们这个技术 那透过这一个TBS Tensu Build Service呢 我就可以帮我的应用呢 打包出符合OCI 这样子一个标准的一个容器 附在这个Azure Spring Apps的这平台上 此外呢 刚刚也 反复的大概有强调几点几次 就是刚刚在这个 我也提到 所谓的这个Spring Cloud Gateway for Kubernetes 那在这个Azure Spring Apps里面呢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商业支持 企业级的这个Spring Cloud Spring Cloud Gateway 然后它可以跟这一个Azure上面的这个AD呢 去做整合 或者是一些企业级的一些OIDC的一些工具呢 去做整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透过这一个Spring Cloud Gateway呢 可以去管控你对于后面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存取的这个 存取的这个权限的这个分发 这个是我们在Tensu Spring Cloud Tensu Spring Cloud Gateway里面呢 所提供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功能 此外呢 在这一个Azure Spring Apps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所谓的RBAC的一个管控 以及这个职责划分 那这个是很容易可以跟您的这个团队呢 做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匹配 再来呢 我们的这个Azure Spring Apps里面呢 当然你布的是Spring的应用嘛 那在这里面呢 只要是采用我们这个服务的话呢 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服务团队 我们的这个产品团队呢 就会提供大家 就是说一个框架的这个企业等级的支持 那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是专为企业而打包 而建构的一个专门的这个版本 再来呢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在微软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教学教学的这个不管是影片也好 不管是这个这个教材也好 这个也是微软在这几年来呢 对于Spring Java的开发者呢 所提供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研链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研链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微软在近几年来 对于Java开发者 以及这个Spring的user呢 非常友善 提供大量的这个教材以及资源 让我们在这个使用上面呢 以及在开发上面呢 更加得心应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它这个教材有哪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是 这是一个非常入门的一个Spring的教材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从这个 这个Ageo Learn里面呢 从这个微软的这个学习网站里面呢 可以看到怎么样去开始 然后怎样去做这个操作 那今天呢 我在这个演练演示上面呢 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一个例子 在这里呢 有另外一个例子呢 他提到的是所谓的这一个 宠物诊所 一个宠物诊所 那这宠物诊所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pring的一个范例程式 那这Spring范例程式呢 从早期的单体应用到演变至今呢 已经有所谓的微服务的版本 那微软也在这里提供我们 微服务版本的这个 宠物诊所呢 的这个部署练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这个应用部署 那首先呢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就是说我需要在这一个 在这个地方 我follow这个 我跟着这个一步一步去操作 我首先要先从 这个Ageo的Sample的 这个Github的这个Repo上面呢 把这一个程式码给download下来 再来呢 做一些compile的动作 那我先把它copy起来 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那我先把 我这边这边再 create一个所谓的demo的 固境 然后我将刚刚的这个指令贴上 它这个贴上 这三行指令 其实一个是从Git上取得程式嘛 再来就是跳到 这一个路径下面 接下来就是用Marvin 去做所谓的 clean 跟这个打包 就是说把它compile出来 那在compile 我们就follow这个 刚刚的这个提示 我们看接下来要往下做 将这个程式码编译好 编译好之后呢 我接下来会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个应用呢 部署到 这个网站上 部署到Ageo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整个部署的过程跟动作 那在这个部署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就是要建一个 所谓的Resource Group 以及要去做 就是说 我要建一个 所谓的这个Sprint 那这个Resource Group呢 是否我们自己 在 我就是说 我自己账号里面的 一个Resource Group 我可以根据 我的不同任务 不同需求呢 去建这个Resource名称 那在Sprint里面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它是不能跟别人 有 有 有这个 重复的 就是说整个全球的范围内呢 你不可以跟别人有重复 不然它是会报错的 那当然 你在做这样子的操作的时候 其实 不见得 只是 使用所谓的 Portal Ageo Portal 你也是可以用 CLI 那我个人是比较 prefer使用 这个所谓的CLI 那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download 正在compile这个Source Code 正在compile这个程式 所以我要稍微等它一下 OK 那因为它这个是 好几颗微服务去构成的 包括像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是 所谓的 宠物医院的这个 Admin的这个Server 以及这个前端 这个 一个微服务架构的 一个翻例 在这个compile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简单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文件 它就是说在从create的 这个resource group 再来就是 要去做所谓的 这个Spring的 这个名称的 这个命名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去 create一个 所谓的这个Spring Apps 再来create完这个 create两个Spring Apps之后呢 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一个是在做 API Gateway 一个是在做 所谓的Customer Service 接下来 当我create完 这两个Spring Apps的时候呢 我就是要做 部署这个动作 那这两 这个动作 其实在做部署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的去 去做这个 把这个应用的 这个状态 把它秀出来 那画面上看到 这就是一个 应用的呈现的结果 那你这边也可以看到 会由这个A9平台呢 自动派发 一个 这个应用的URL给我 我透过这个URL呢 我就可以去 看到 这个真正微服务 跑起来的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compile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现在在compile API Gateway OK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上呢 这个是已经顺利 全部都compile完成 那在这一个 呃范例程式呢 其实有非常多 支的微服务充 呃 那我们编译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呃 这一个呃 教学文件上面 所提示的做法 我先去呃 所谓去 设一个Default的 这一个 那再来呢 我就要来create 这个所谓的Resource Group 我来create这个Resource Group 接下来我就真的 正式要来开始 所谓来建一个 这个Spring的应用 那这边有一点 要再提醒大家呢 就是说 当我的这一个演练 做完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透过 呃移除这个Resource Group呢 来将我的这个 所有使用到的资源呢 清除干净 避免有额外的支出 那他正在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 接下来因为为了要 呃 后续的这一个呃 演练方便呢 我们应该是要去呃 去做这个config 呃 将这两个 呃 包括Resource Group 跟这个Spring Apps 这个名称呢 都把它固定下来 让它变成是一个预设字 那我们在后续呢 使用上呢 会更加的方便 呃 不用再额外 再多打一些字 那我们先等一下 这一个service呢 被建立啊 就是Spring Spring Apps 这个service被建立 这个要一点时间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服务已经被建立完成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做一个 呃 部署的这个演练啊 那在这个呃 这边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文件上面 就是说我们这个Spring 这个呃 这个Spring Apps 这service被建立起来 那因为为了呃 为了我后续操作的方便呢 所以我要把这一个呃 就是将将它设定成预设的 以避免我后续的这个操作 还得再加这个参数 我们先看一下 我先加上设定的一个所谓的 service的name 接下来这个是我的resource group的名称 那我resource group的名称呢 应该是用这个变数 把设定default后续 我在操作的时候呢 会可以比较快一点啊 就是不用再打那么多的 这个指令啊 那再来我接下来 我就要部署这个应用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它的这个教学里面呢 它只要很简单的 就是去呃 呃 就是说去这个Spring Apps的create 哦那这边会create两个应用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应用的 被create出来 长什么样子 哦这两个应用被create出来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个应该就是概念上 就是在这个呃 这个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去准备一个资源 准备让让这两个应用呢 正式的去部署 然后在部署之前呢 呢我们先去腾住这个空间呢 让这个呃 API Gateway 以及这个所谓的Customer Service呢 做好准备哦 待会我们就会正式的将这个应用部署上去 OK刚刚已经呃 create好第一个应用 API Gateway 现在就继续create这个这个Customer Service OK Customer Service也create成功哦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要将应用部署上去哦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他其实就是要去指定这个呃 应用的AP的名称之后呢 你要把这个Artefate的配置 也就是我compare好之后 架档呢 指定给他 他就会将我这个架档呢 上传到 A9的平台上 然后借由呃 VMware的Tensor Build Service 将他打包出一个OCI 规格的一个镜像 然后部署到这个A9 Spring Apps这个平台 那这个apps 这个A9 Spring Apps这个平台呢 底层技术其实也是Gubernetes 好 我们看应用已经部署了 那我们来接下来呢 透过这个Artefate的CLI 我们可以去查看就是应用的 整个部署的结果 以及他的这个路径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在这个应用已经 做完这个 做完这个验证之后呢 我需要 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资讯 清楚 以免这个 你的这个账单呢 隔月收到这个账单呢 是一个 比较意外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做 做删除 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在后续呢 你们在做这样子的 watch out时候呢 最后一个动作 这个离开请宽灯 就是要把这个resource group 完全清除 以确保呢 你的这个费用 不会持续被收费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那希望在后续呢 有机会再来提供 更多详细的相关的产品资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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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